hello 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在日本打工的阿峰 今天我们又休假了 朋友们 我们大伙都在食堂里边做饭吃 全是做的好吃的 给大伙看看 每个人都做的什么不同的东西 来 这个是我的同事 打个招会 还有一个猫膀子 给大伙看看 这个咱们来采访一下 这个姓孙 孙总做的什么好吃的 脆骨肉 香菇 大伙看看 海埔炖香菇 看看这个 这边还有 海埔炖香菇 这个炖的什么东西 看不看 另一个同事炖的小公鸟 大伙看看 这儿 这儿还有个同事炖的牛肉 牛肉好像是在这儿炖的 给大伙看看我炖的啥东西 这个 看麻辣小公鸟 麻辣小公鸟 还有原料没下 来来来 孙总给我下里边 好嘞 哎呀 大家看看啊 这个辣椒是我们自己种的哈 辣椒 特别辣的辣椒 哎呀 往里一下 再一半 辣子鸡啊 真正的辣子鸡啊 朋友们看看 这就是我们在日本打工的这些哈 这些打工人的伙食 谁说在日本打工吃的不好啊 啊 看看看看 刚刚的小伙食 刚才给大家看的这些呢 就是我们这些在日本打工的 一般就是周六周天的时候都做啥饭 因为平常的时候上边比较忙 所以呢 在日本这边打工呢 基本上每个周六周天都休息 所以呢 我们这些大伙呢 都会做好吃的 今天给大家看的这些东西呢 就是我们平常 礼拜六 礼拜天吃的东西 基本上都是 礼拜六 礼拜天都是会吃点好的 反正是在日本打工啊 怎么说吃的还可以吧 哈喽 朋友们 我是在日本打工的阿峰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了解的和想问的 可以在平台的评论圈里边给我留言或者私信给我 我们下期见 拜拜